Hi everybody, my name is Kai Won 今天又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拍片日常啦 那我們今天要拍攝的就是我的手機 就是我要拍一個Review 然後用英文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我們今天已經把我們的主線拍攝完畢了 那我們現在要來拍B-Roll 就是有點手機特寫 然後一些功能的使用狀況的一些影片 那因為我要拍攝手機是黑黑的 所以我們就找一個白色的桌子來拍攝 那燈光的部分我們要繼續玩一下鏡子 那這一片跟這一片都是鏡子 那這一片是比較柔和的表面 那這兩片鏡子就是一片打牆壁 一片打手機本體 那這一片就是補整體氛圍的光線 那燈光一樣用我們的600D Pro 然後直接照到我們的鏡子那邊 那但是600D Pro 我的電源今天想要來玩一下 就是我們把插頭插到我的超大電箱裡面 這個電箱呢我們還要再接一下密變器 就是一個DC...AC轉DC的 不...DC轉AC 呵呵... 就是一個轉換電流的一個機器 就看看它的電壓到底 可以低到多少它才會跳掉 成功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來研究一下鏡子的位置 然後來調到我們需要的角度了 OK 那我們的光線就這樣子打好了 我們一個直接打到我們桌上 然後跟手機的本體 那這一個呢就是稍微補光 讓這邊有一點點的層次 那這後面這一個 後面牆壁跟桌上一點點的硬光 就是後面那一片鏡子打出來了 OK 那我們架好我們的攝影機 然後用我最愛的鏡頭2435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來開始拍攝 喔 對 然後我們在拍攝商品的時候 我們還是一樣要注意清潔 就是我直接拿試鏡布來擦我們的商品 然後還有一個吹球來這樣 把灰塵整個都吹掉 這樣才可以看到 嗚 最完美的商品 OK 那我們的影片就這樣完成了 那我們的最終影片我會放在下方連結 有興趣的話就去看一下吧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拍片日常影片 那當然喜歡這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回頭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那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拍片日常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 W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